包括台湾在内亚洲各国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提早出现这个问题的日本 去年前十个月人口出现负成长 足足少了60万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形容少子化的危机 已经来到了益次元等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新年发下豪雨 用益次元来形容少子化严重程度前所未见 本部级岸田政府四月端出育儿补助 东京抢先宣布 18岁以下未成年 每个月通通可领5000日币将近台币1200 而且第二胎两岁之前免费拖婴 各级政府大撒币 因为去年日本新生儿 估计首度跌破80万 人口问题冲击经济 毕竟2022年光1到10月出生前死亡 总人口少掉61万 劳力破洞越来越大 招募外国人才到日本工作 或是以大量机械取代人力 甚至鼓励妇女进入职场 想方设法劳工问题还是难改善 回归原点生育率才是最大变因 但放眼整个东亚 包括台湾都看得到少子化人口危机 因为现在很多也有因为教育资源 我没有办法给孩子好的教育资源 我不想把它生出来 不想生没前生 最早开始处理少子化问题的日本 生育率1.3已经是东亚高标 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 而南韩生育率更是连1都捧不到 相比德国1.6高生育率 差别到底在哪里 鼓励生育需要改变环境 对生养小孩更友善 日本少数人口正成长 也是关东移居票选第二的千叶县 刘山市就在大车站旁设接驳车 家长脱营只需要定点接送 另外刘山市还驾驶 另外刘山市还驾设临时托育支援系统 社区互助少少费用 上班族就不用操心小孩谁来雇 刘山市下一步 是化身卫星城市 吸引企业进驻 减少家长通勤时间 从刘山市的例子可以看到 有时候不一定只能发钱花大笔预算 聪明改善育儿环境 或许也能慢慢扭转少子化危机 TVS新闻最后报道 您知道吗?不止日本 连中国大陆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警讯 详细内容教育记者李作恒 好 中国大陆现在也陷入到人口危机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出现了60年来首度的人口萎缩情形 就带您先来回顾一下 这几年整个出生率的趋势 1979年的时候实施一胎化 那当时也造成说 这个出生率是慢慢的下滑 到了2016年虽然说开放二胎 不过这个趋势似乎还是很难挽回 你看到它还是一直在往下降当中 2021年开放可以生三个小朋友 不过对出生率的帮助其实还是不大 甚至说到了2022年出生率只有千分之6.77 也创下了新低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比较棘手的是 目前人口虽然看起来还是蛮多的 14.118亿元 不过在印度的部分呢 估计4月份就可以超越中国大陆 那人口不断的减少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社会出现老龄化 那么制造业也很可能会因此而缺工 还有就是产业转移的威胁 所以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在二十大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承诺要建立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 印度呢有人口红利 再加上呢中美贸易战地缘政治因素 许多台商也看好印度设厂加速渐渐的提高 就连国际大厂苹果也宣告要提升在印度的产能 不过专家也分析即便劳动力人口多 印度要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还是有难题 从联邦政府新德里在往南走的吉尔冈街到围墙内 就是工业所在地也是不少台商的汇集地 这再加上莫买邦加罗尔清奈是目前印度重要的制造工厂区 其中在南端的邦加罗尔更是印度的金源制造重镇 2022年印度更是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外界预估2029年还渴望往前迈进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而支撑整体经济的一大动能可能就来自于人口成长红利 像是主要经营半导体光电电脑手机的机电工程传点 在德里 孟买 邦加罗尔 清奈都设有据点神根印度 过去当然在过去的30年从中国大陆到越南 是现在开始在看下一个所谓的劳动力的一个红利的市场 我相信印度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它有这个劳动力的一个人口的一个红利 确实这个是有机会在将来 我不敢说五年应该有十应该未来的十年 印度的发展是有机会向中国大陆过去的发展 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人口减少到14.11亿出现负成长 而印度则是继续攀升 联合国推估2023年4月将超车中国大陆来到14.28亿人 劳动力人口有将近8到9亿人 相比中国大陆的老化 印度劳动力市场更为年轻化 又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印度似乎有望成为台商外商新的落脚点 然后我看到它的前景 它的经济潜力 不管说从它的人口红利 不管说很多很多 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 COVID之后 然后尤其印度跟中国 中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冲突 所以现在印度真的是 不止我们台商整个全世界的大集团大公司 都把它当成一个未来的一个 真的世界工厂的一个潜力 印度的市场它是有变化 可是比较缓慢一些 我们说人口红利的话 我这边反而会观察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就是人口的数值 那在印度这边 有时候我们在招工人 或是一些员工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像是二三十年前 可能中国或是五十年前的台湾 他们能够生产的人的数值 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高 台湾的光学厂也跟着客户 一起耕耘印度制造市场 但印度即便人多 要如何将年轻劳动力 转化为储备世界工厂的动能 难题就摆在眼前 根据数据分析 印度GDP贡献占比 其中以服务业47.7%为最大宗 其次是工业25.95% 最后才是农业16.8% 不过农业却是印度的主要产业 将近43%的人口从事务农工作 另外还有印度长期以来的问题 就业机会不够多 以及缺少高品质的教育 恐怕将是一大危机 就是因为他大部分都是这个乡村的人口 而且是投入农业的部门 所以他的受教育的程度 或者是说这些人口转化成为未来进到工厂 投入制造业的这个情形来看的话 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努力的工作 包括说他的整个教育的体系需要改革 说印度可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我觉得还有非常遥远的路途需要走 但是这几年确实是国际上面的这些大厂 或者是供应链也开始注意到印度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讲苹果供应链 也慢慢的拉过去 台商对于印度的投资在这几年 也非常明显的成长 是这疫情三年来看 跟疫情之前的前两年 跟可能六七年来比较 确实很多台商进来了 现在印度政府它确实也会希望能加快 去吸引更多的外资进来 所以在政策上它其实也有一些的改变 2022年9月底 苹果就宣布启动印度iPhone14组装厂 也预计将耳机生产线移转到印度 而最快2023年增加产量 如今不止人口要超车中国大陆 似乎也将成为撼动世界工厂地位的一大威胁 TVV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